尖刻第731集 第165章 简单的故事最强大最疯狂 进入三一协会需要极苛刻的条件 只需要想一想施青海这个精彩绝眼的家伙 大概便能同意帕布尔总统先前所说 那些在小酒馆里饮酒倾谈的人们 绝对拥有超人的智商 非凡的能力 简而言之 确实是一群变态的天才 一个刚刚被律师事务所开除 在飘雪的首都冬日浪荡街头 愁苦喝到烂醉的失业黑肤律师 居然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 便成功地说服了那群变态天才 并且让他们真的开始执行这个 当时看起来异常疯狂的常年计划 这个暂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大概就会被历史书籍牢牢铭记的历史事件 看上去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啊 这大概就是施青海曾经说过的人格魅力 许乐默默想着 他右手紧紧握着真皮文物沙发的扶手 直透感觉着微凉光滑的触感 心情异常复杂 沉默地看着透明墙后 那个面色幽黑的中年男人 许乐的眉头皱得极紧 为什么这个男人眼眸里的目光 总是这样平静深沉 而令人生出信任的感觉 为什么他那双像尺子一样直的眉毛 觉得是这样的镇定 为什么他的神情如此寻常 却总能让人看出内里隐藏着的悲悯 你以为他对联邦 这片星空爱的深沉 真是强悍的演员呢 好吧 再怎么样在心中嘲讽他 可这个中年男人真的拥有某种特质 可以说服人 打动人 感动人 感染着身边所有人站在他的身旁 一起向某个不确定的目标 勇敢而嚣张的前行 比如 当年小酒馆里正在开会的三一协会会员们 比如冷酷骄傲的杜绍青 比如曾经的许乐和施青海 协会会员和总统先生之间 并没有太多共同点 除了我们都曾经当过兵 只是服役的兵种和义务各不相同 在这之后 我们的人生似乎也没有太多相通 或者是相同的地方 李再道将军 缓缓地说道 后来我们在圣达菲小酒馆里 又聚过几次 只是各自还有各自的事业或者学业 所以很快便分开 在那天之后 我和拜伦资助帕布尔先生 重新杀回司法界 在严苛地自我摒弃 所谓自由主义的精神洁癖之后 帕布尔先生成功地进入产业工人协会 紧接着他成为三大工会和老兵协会的指定律师 白伦年龄稍大一些 在我们当中 他是第一个参加竞选 走上政坛的人 我依然留在部队 便按照计划离开了前线野战部队 回到医院重新教书育人 在这十几年的教育生涯里 我发觉了一些很不错的年轻人才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 这些青年是我们这项伟大事业 将来能否真正成功的关键 许乐 妄想一直站在门旁的杜少卿 杜少卿保持着沉默 鼻梁上那副墨镜反射着机要室内的光芒 清亮 枉然莫名 不 少卿进入协会 并且能够接受我们的理念与我无关呢 李在道说道 帕布尔先生亲自说服了他 许乐不知道此刻应该感慨些什么 整个联邦部队都清楚 总统先生从来没有掩饰过 对这两个人的特殊欣赏和照顾 无论是晋级还是相关控诉 都在总统先生的亲自关照下非常顺利 这两个人就是许乐自己和杜少卿市长 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想过这种欣赏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是想向你说明我们的想法或许有些疯狂 但我们是实用主义者 我们是在一步步做这些事情 帕布尔总统静静地望着他说道 做什么事情 不间断谋杀 包括临海州体育馆里那些躺在血泊中的女服务生 包括当时还富满十岁的钟家小姑娘 许乐盯着墙后面的人们 脸上没有丝毫情绪地说道 不要忘记 我当时就在场 我知道你们做过些什么事情 我亲眼看着那些至死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的 普通民众痛苦地死去 总统先生 有件事情 到这时候我还是非常不明白 他说话的语速特别缓慢沉重 眉头皱得特别痛苦 当时总统大选 墨愁后山是你的伙伴和幕后支持者 你为什么要去杀台支援 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死去 紧接着 他望向一直沉默的杜绍青 问道 你说你是联邦军人 所以你要服从命令 那之后的事情我不问你 但林海州体育馆事件爆发时 他还不是联邦总统 他只是一个议员 为什么西门锦会参与其中 绍青市长 你和你的铁骑士能不能做出解释 杜绍青 依旧沉默 没有开口解释 我来解释 绍青当时并不知情 帕布尔总统看着身旁忠诚的将军 继续说道 至于第一个问题 原因其实很简单 西大家中台价是最强大的 却也是最看不清楚面目的 李仁政府甚至没有办法触及到 他的核心要害区域 但这个乾皇族有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 人丁惜少 连续数代单传的事实 有时候忍不住 让人们想到 这会不会是上苍对于 乾皇族的某种惩罚救济 西大家中最强大的台价 事实上也是最脆弱的台价 只要那位被人们称之为 太子爷的年轻人死了 台价自然消沉 直指消失 帕布尔总统 微微眯眼缓声说道 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选 相信愤怒绝望的台夫人 无论出于发泄情感 还是打击他所认为的凶手角度出发 他都会继续帮助我 他看着许乐说道 而且这种帮助会更加不遗余力 不计代价 也就意味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赢得总统大选 我一直以为 你是政治家 不是政客 许乐沉默片刻后说道 现在才知道 你的胸膛里 不停跳跃的 依然是一颗政治家的野心 不是野心 总统先生并未动怒 极有耐心地笑着解释道 如果仅仅为了所谓野心 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我是联邦总统 李再道将军有军方领袖 还有少卿市长 包括死去的拜伦和那些同伴 当年小酒馆里的人们 以及后来新加入的伙伴们 已经站到联邦权力的巅峰之上 没有更多的可以追求的权力 我们又能有什么野心呢 嗯 哈哈哈哈 帕布尔总统望着许乐微笑说道 声音浑厚低沉 格外动人 如果真的要说到野心 那么我们的野心很简单 就是要彻底把七大家 从联邦社会体系中 清除出去 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事实 联邦与帝国开战之后 第一军事学院的声望及重要性 才被推到如今的地位 三一协会自然出现 距今约六十年 成员却有数十人 从概率上讲有些古怪 有很多成员并没有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 我们并不强求甚至没有主动要求过 我只是想提醒你 这些成员当中 没有一个人 拥有七大家的背景 所谓天才 不过是高智商加上难以想象的努力 那个七大家族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进联邦社会之中 掘取了绝大部分最顶端的资源 他们的子弟 不需要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 而三一协会的成员们 都是来自社会底层 他们先天拥有改变这个社会形态的渴望和动力 帕布尔总统表情严肃 声音低沉有力 这个由七大家和政客们共同把持的体系 自联邦成立以来 已经持续了三千七百七十二年 自皇朝崩溃建立共和以来 持续了超过万年 这个体系已经僵化 正在腐朽 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不 最悲哀的是你往历史源头望去 你会发现所有的时代都是一模一样的时代 没有进步 没有发展 只是一个所有人挤在一起艰难呼吸的泥沼 而一代一代拥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人们 就在这片大泥沼中逐渐沉默 然后死亡 以前有人试图改变这一切 比如那几阶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的政府 比如那位被暗杀了的总统 好吧 死亡终究是永恒的 这是最令人恐惧的 所有那些人和政府被迫在血雨动荡之前让步 帕布尔总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嘲讽的笑容 然后迅速连去 变成一句砸在地上 沉闷作响的话 因为历史的原因 以前的人们没有找到正面对抗那奇大家族的方法 而现在又是因为历史的机遇 这个方法 或者说力量 已经被我们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你是说军队 许乐问道 帕布尔总统用沉默代替了承认 在联邦的历史中 军队向来是一个被边缘化极弱势的群体 因为联邦在宇宙里没有敌人 那些有所想法的政治家们 在面对那七个庞大的家族时 总显得是那样的束手束脚 然而因为帝国人的出现 联邦军队在三十七线里的头几十年间 迅速扩张强大 终于成为一只可以独立站上政治舞台的强大力量 许乐用力地揉着额头 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控制着联邦政府的人们 居然是一群坚定的乔治卡林主义分子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他仿佛看到日后或者几年之后 联邦各大城市企业被全副武装的士兵警惕看守着的恐怖景象 紧紧皱着眉头 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说道 在费城 老爷子曾经对我说过 他去过帝国 回到联邦 燃烧自己的生命 与每一滴血 来维护联邦的存在 是因为他坚信 联邦是一种比帝国有更美好的制度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比帝国人更加幸福 透明墙后的李在道将军 微微仰眉 注视着他 我也是这样想的 抛却出生地和血缘的关系 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 我为联邦而战斗 正是因为这一点 许乐抬起头 看着墙后的总统先生 认真说道 你们的观念 也许会被很多联邦民众 后世的年轻学生们 尊敬甚至崇拜 但如果政府真的像吸毒一样 习惯了依赖军队 解决内务事务 你的政府会变成军政府 你们也许会成功 但终将失败 帕布尔总统沉默片刻 推达道 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请你相信 我不是南水 我们不是青龙山里的人们 我们很冷静 冷静 许乐站起身来 盯着墙后总统先生的脸 问道 你没有上过战场 你没有开过枪 或许你没有亲手杀过人 你不知道 抠动扳机 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头颅 在面前像西瓜一样暴力 脑浆和血水 近距离喷到头盔上 是什么感觉吧 你可以问杜少青 看有没有人能够在战场上保持绝对的冷静 当子弹出堂 有同伴倒下 或者有敌人倒下的时候 冷静只是一种很荒唐的词汇 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 如果联邦被你们这群人变成了战场 那么战场上只会有他应该有的东西 那就是杀戮 危险或许有 但是可以控制 帕布尔总统依旧表现出极为可怕的耐心和平静 最关键的是 政府现在不能对那些家族表现出任何退要 莫愁后山的那位夫人 依然打着她 荒诞而落伍的小主意 西林中家控制着兵权不听命令 那些腐朽的老人们弱势近视 看不到真正的危险 满足于掌控一切的生活 你的七祖曾经说过一句话 为什么要战斗 因为敌人在那里 而现在帝国人在那里 这些畸形而麻木的家族在这里 如果我们不再战斗 安宜现状的联邦 总有一天会成为帝国人的奴隶 除此之外 你能想到任何别的方法吗 不 年轻人 帝勒说过 垃圾是从来不会自己走进垃圾箱的 这句帝勒的名言 许勒曾经在曹丘道的坟墓前 听施青海说过 后来施青海为了扫垃圾 而冲进了像垃圾箱一样的 一会山大厦 然后死在了广场上 此时听到总统说出这句话来 他感觉非常糟糕 就像是生吞了一颗苍蝇 脸色有些苍白 向着面前那堵墙走了两步 压低声音怒道 我不喜欢年轻人这个称谓 这就是你们杀死中寿虎的理由 因为西林中家不听联邦的话 因为你们要集中力量和帝国战斗 许勒盯着透明墙后的总统三人 愤怒说道 可那个家伙已经在西林和帝国人战斗了十几年 当老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 你们在做什么 李再道将军 你借着军神光环压力的借口 躲进医院教书 培养着野心的继承人 杜绍青 你在演习 你在一天重复一天的演习 在背后诅咒那位是真正英雄的同学 而总统先生你呢 你在不停打官司 营造自己的好名声 竞选议员 坐着那一个个动人 而全部是他妈的废话的演讲 许勒面对着那堵透明而冰冷的墙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把古中后送给帝国人的舰队 你们杀死了他 这是出卖 这是废派 好了听着保佑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尖刻第七百三十二集 第一百六十六章 我们都是臭石头 做律师十岁雄病 参政后演讲最能打动人心 但今夜 如此时刻依然能够清晰冷静的 侃侃而谈的帕布尔总统 在许勒发出这声质问后 终于第一次安静下来 那双直如齿的浓眉景 那双湛然有神 格外的坚定的眼眸里 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那一抹 极淡的神伤 大抵是他偶尔某个安静的夜里 也会想起晚些星云那朵烟花 心生歉疚 注意到总统的神情 许勒嘴唇微微翁动 想要说些什么 终究却只是无助而难过地 摊开了双手 他曾经替总统提到过 那次官邸的晚夜 在餐桌上总统和周寿虎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关于进攻帝国 关于很多事情 两个人的观点 有着极大的差异 钟寿虎警惕着联邦政府削弱 西林本土军事力量的企图 并不同意在当前情况下 由第四军区担任 进攻帝国本土的主力 大概就是在这次争论之后 帕布尔总统终于下定了决心 把那个早已启动之等 奈着批准的阴谋计划 正式搬上了太空 为背景的舞台 原来那是一场最后的晚餐呀 许乐孤单的站在透明墙这头 独立的将双手摊在身体旁 当年他杀死麦德林 被关进青城军事监狱 那位老爷子还在费城钓鱼 未曾相见 正个联邦鸦雀无声 七大家为首的政客们 希望他马上就死 只有总统先生和西林那头老虎鲜明地表露了 回忆户的态度 结果 总统先生 您还记得那一年在晚先星云奖上的讲话吗 事后我专门找来看过 许乐抬起头来 看着墙后的帕布尔总统 轻声说道 当时关于麦德林的事情 你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人死并不如灯命 灯有光明 照不见的地方是黑暗 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接着你说道 或许我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但我是一个执着的联邦法律敬奉者 若我死了 你们可以把我的坟墓挖开 看一看里面究竟是什么颜色 对于某些死了的人 我同样是这种态度 坊间里一片安静 许乐停顿片刻后说道 您现在还没有死 不过似乎我们可以提前发问 当您决定把中司令夫妻 和古中号上那些士兵的性命 出卖给帝国舰队时 您敬奉的联邦法律 被放在了什么地方 将来您的坟墓里 究竟是什么颜色 如果你错错了事情 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 帕布尔总统抿着厚实的嘴唇 下河献出几点深信 沉默很长时间 回答道 我承认自己做过一些 超越尺度的事情 然而为了这个联邦 我将要付出的代价 必须以后奉上 我早已做好了 被历史审判的心理准备 许乐望着他嘲讽说道 如果都让历史去审判 帝国远征军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不需要抵抗 买德里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不需要去理会 中司令更有理由这样说 总统先生 难道你不觉得这种说辞 又无耻 又虚伪吗 如果只有历史有资格审判你们 那你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审判谍人 帕布尔总统的眉宇间沉重见现 谈话至此时 许乐的话终于成功的激怒了他 他缓缓自椅上站起 走到那堵透明的墙前 看着近在咫尺 却远在昨天的许乐 一字一句的说道 无耻 虚伪 许乐上校 请你不要忘记 你也曾经在魏京法庭的定罪情况下 用你自己那只捅入夜红的笔 审判了麦德林 透着透明而冰冷的墙 许乐和帕布尔总统面对面站立 一眨不眨的睁着眼睛 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坚持的眼 帕布尔总统指着许乐的脸 沉着脸说道 你的历史应该让你比大多数民众更清楚 联邦的法律并不能完美的保护弱者 在大多时刻 他只能保护权贵去逃脱应有的惩罚 所以麦德林专案被终止 司法部焦头烂额 所以你才会去扮演法官的角色 联邦政府 是民选的政府 面临着帝国入侵的危险 却还要时刻警惕西陵的军阀 忠家和那些家族 违法乱级的事情少了吗 但又有哪个监署 能够成功的将他们送入监狱 联邦有宪章光辉 但是在这些有无数替罪谣 甚至已经习惯了随身携带替罪谣 随时应对宪章定位的权贵面前 法律究竟算是什么呢 许乐看着总统愤怒的控诉 眼睛眯了起来 因为替罪和宪章光辉四个字 想起了多年前虎山道的那片刀光 和满是春日桃花的地尖鼠 心中默然承认了他说的这个事实 你杀死麦德林的时候 并不需要法律替你做背书 有什么资格要求政府需要 帕布尔总统表情沉冰地看着他 说道 我欣赏你和石青海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做事的态度 而也正是我此生秉持的态度 罪恶必须要付出代价 为了实践最终的公平与正义 善良的人们应该不惜代价 以为道德是一个需要被力量细心呵护的脆弱东西 当年我因为那场公益官司 被开除出律师事务所 和棋子被那些人大笑赶出住所 提着破烂的箱子在飘雪的街头流浪 寻找可以租住的小黑屋室 我就确认了这些 哪怕日后被埋进坟墓里 我也问心无愧 帕布尔总统的愤怒 是因为这些话 而逐渐平静 他把宽厚的手掌放在透明的墙上 望着许勒极为冷静地说道 我们不是席勒笔下的优国骑士团 而且我们并不激进 我们并不打算用军队去疯狂地横扫一切 只是联邦当改革遇到那些家族的丧心病狂的垂死挣扎时 军队将是联邦政府最有力的保证 我们有很长远的细节规划 这届政府已经推动议会通过了金融核算法 接下来的五年内我和同伴们将借助当前的战局 推动更多法案的推过 在规划中 我和政府将推出提高平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权法案 双缓医疗保险法案 收入税征收修改法案 然后政府将努力使基金股权置换法案得以通过 帕布尔总统危养下横 目光坚定而深远 历界政府都无法弄清楚 那七个家族究竟通过哪些多如海鱼的基金会掌控着多少的资源 他们瞒着政府监控 能够对哪些事关联邦危安的产业事业致命影响 而我的任务必须是完成这些事情 乔治卡林说过 信息不对称 是联邦社会不公平的根源 我们想做的就是敞开这些信息 由联邦普通民众进行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 许乐 不用担心联邦政府会不会变成军政府 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 传心的真正的民选政府 帕布尔收回目光 平静地望着沉默无语的许乐 说道 你对联邦是有功的 我不想给予你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我只希望你能够冷静一些 能够站在最高的层面上 为联邦民众的切身利益去考虑 我知道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只存在于人们幻想中的理想国 但是理想从未像今天这样距离现实如此近 这是联邦最好的机会 我们是理想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 不 我们都是坚持自己的正确而奋战到底的人 帕布尔总统望着许乐 沉声说道 我们的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块来自东林的又臭又硬的石头 总统举起右臂 指着身旁的李在道和杜绍卿 平静而极富感染力的目光 穿透无形的墙 落在许乐的脸上 加入我们 许乐 真到了那一天呢 不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许乐沉默地听着 下意识里思考着 没有说出自己的疑问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大脑有些转不过来 原来杀死麦德林的自己和自己憎恶的那些人 骨子里都是同一种人呢 但麦德林和那头老虎怎么能等同起来 在你们的道路上 有很多死去的人是无辜的 他皱着眉头 声音微雅地说道 这样不对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正义 帕布尔总统默然说道 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 总是需要有人为之牺牲 许乐在心中 默然回忆着神老教授的话 宇宙里从来没有什么道理 于是问道 那为什么不是你或者是我牺牲 帕布尔总统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习勒早年曾经写过一本传奇小说 书中讲述过一场围绕着乡城的战争 在他晚年的时候又曾经写过一本小兵物语 讲述了战争当中 被男主人公顺手牵来 当成挡箭牌的无辜死者 小兵的死挽救了那座乡城的英雄 渐渐就拯救了数十万的民众 然而对于他来说 却是如此的悲哀 我想这个故事 可以回答你先前的问题 我看过这个故事 在我看来这个小兵的死亡并不是牺牲 因为并没有人询问过他的意见 这就是悲哀的源头 许乐眯着眼睛说道 同样 你们也没有询问过 林海州体育馆里的女服务生 古中号上的西林士兵 愿不愿意为你们的宏伟计划而死亡 所以这并不是牺牲 始终都是谋杀 那基金会大楼中 死在你和石青海枪下的那些特勤局特工 应该算是牺牲 还是被你们谋杀呢 帕布尔总统的目光骤然变得极为锐利 压迫感十足地盯着许乐的眼睛 沉生质问道 如果那些无辜的特勤局特工在你们眼中是可以被牺牲的 那中寿虎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为了联邦而牺牲呢 这是非常锋利 而直指内心的审问 许乐的眼睛眯了起来 眼睛骤然紧紧缩 沉默很长时间后 他紧紧抿唇 抬着头 说道 几年前 在铁塔上我曾经对一个女孩子说过 需要牺牲 无辜者 获取的正义 并不是正义 那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我和施青海从来没有伤害无辜者的主观恶意 包括那些基金会大楼内的特勤局特工 也许在你们听来这是狡辩 因为无论有没有主观的恶意都造成了一样死亡的结果 但就像是当年在雪后宪章广场上想的那样 我始终坚持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可能有些天真 有些傻逼 但请允许 我坚持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尖刻 第七百三十三集 第一百六十七章 天真的死亡 动机结果 公平正义 帕布尔总统皱着眉头 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在我决定特赦你之前 台夫人要杀你 利家家主要杀你 就连最高法院的两位大法官都表示了反对 你认为那个时候联邦的公平正义在哪里 总统先生 您是联邦最出色的雄辩家 我没有奢望能够说服你什么 我只是希望能够说服我自己 略移停顿后 许乐说道 今天晚上 我已经说了太多的话 甚至比平时一个月加起来说的还要多 就先聊到这里吧 虽然说是聊到这里 但他偏又拧着眉头继续开口 望着透明墙后面的人们感慨道 我本来准备结婚了 但看样子短时间内是结不成了 也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结了 真的有点失落 他望着李在道问道 你父亲会怎么看 你儿子如果知道又会怎么看 他带着一丝很复杂的神情 望着帕布尔总统问道 你真的知道乔治卡林是谁吗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监狱里的会面室 他轻轻拍打着面前透明的墙体说道 只是我暂时无法确定 究竟我是囚犯 还是你们 最后 许乐说道 现在你们可以开枪了 官邸机要式的绝密电话响了起来 帕布尔总统拿起话筒 沉默安静的听着 隐约能听到第二序列之类的词汇 看来这个电话应该来自县张局 挂赞电话之后 帕布尔总统安静的看着许乐很长时间 忽然开口说道 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处决你 联邦政府会以逃犯的名义逮捕你 并且进行审判 当年县张局和西林军区在 东林的逮捕行动 一直没有被停止 而你应该没有忘记关于你的通缉令 因为元帅大人出面 我还没有来得及 发出正式的特赦令 随着无声的命令 总统官邸二楼走廊里 沉默紧张待命很长时间的 特种精锐军人们开始行动 用最短的时间撞破两扇 早已被列为文物的木门 轰的一声 军人们端着大火力枪械高速冲入 指头紧张地抵着温烫的板击 黑洞洞的枪口 一瞬间都没有离开过许乐的身体 而在这个过程中 许乐出气的冷静 没有做出任何抵抗或试图抵抗的动作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有任何动作 会引起这些士兵的怀疑 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射出枪械里的子弹 或许 透明墙后那些人 就是等着他的反抗 因为联邦政府需要一个枪笔 他的理由 那么他就不给对方理由 许乐沉默地举起双手 任由这些精锐的特种兵冲到面前 扭过臂膀 系上超强度万事固定器 脚踝处被合上沉重的金属定位阀 然后像是S3的特产粽子那样 被层层绑附在一个特质的金属架上 金属架一横一束 就像是一个十字 冷酷而粗壮的指甲 紧紧抵着他的脊椎骨 因为特种兵粗暴的紧腹动作 后背与金属架接触的部位 传来生冷的疼痛 却成功的令他的姿势显得更加的挺拔 下河痒得更高 经过两次最谨慎的确认 确认束缚带和手架上的超强度固定器位 以及脚上沉重的金属定位阀 足以让一个真正的史前怪兽 也无法移动分好 这些来自首都警备区医师的精锐特种兵们 终于松了口气 官邸书房中那种诡异而紧张的氛围 也终于散了一些 联邦军队是一个尊重强者的地方 这些年所有的军人都清楚 部队青年一代真正的最强者是许乐和李峰 尤其是在许乐突袭帝国 然后安全的归来之后 他在部队里的名声更是无比响亮 这些平日里无比骄傲自认的精锐特种兵 在许乐的面前却没有什么骄傲自信 他们满怀警惕甚至是警备 紧张 担心着 如果他真的报许反抗 要死多少个人 这个房间才会真正的安静下来呢 整个过程中 许乐没有反抗 甚至没有任何主动的动作 然而紧张的特种兵们 没有作战 却像经历了一场最艰难的战斗 表情勉强保持平静的他们 作战府里早已是尸炉一片 在被推出书房那扇破损严重的门之前 被紧紧束缚在十字金属架上的许乐眯着眼 余光望着桌上那杯茉莉花茶 向着透明墙那边问道 这杯茶有没有毒 前夜宇张小萌呢 得知了施星海出事的细节后 他就再也没有喝过一滴 不是自己处理过的液体 所以这杯茉莉花茶 他一口都没有喝 此刻只是很奇妙地想知道 总统先生的答案 帕布尔总统皱了皱眉头 宁静深远的眼睛里流露出淡淡疲惫及失望 并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沉默 许乐微眯着的眼睛里 也流露出淡淡的疲惫和失望 书桌上的高权限通话系统内 一直不坚断地传出情报回报 许乐已经被押出了走廊 已经走到楼下 已经进入了草坪 已经被押进了经过改装后的特殊装甲车 然后被移交给驻扎在广场西侧的铁骑石 总统官邸书房和机要事件内堵透明墙 已经收回到建筑结构之中 帕布尔总统 李在道和杜绍青 沉默听着书桌上传来的声音 片刻后 李在道抬起头来 平静地看着总统先生那张忧黑而疲惫的脸 在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帕布尔总统猝着眉头说道 这个年轻人不是普通人 他是元帅亲自挑选的接班人 是联邦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你不可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把他杀死 李在道眉头微皱 准备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帕布尔总统举起手 阻止 继续沉声解释道 他如果就这样死了 难道你就不担心部队里的战士 会起疑心会寒心吗 而且因为义惠山和赖克的事情 那些家族已经开始在警惕我们 如果许乐真的死了 台夫人 以及像立员工这样的老人们 肯定会以此为借口 做出一些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 总统先生站起身来 低头整理着静下的领结 平静说道 刚才行动之前 我接到崔局长的电话 联邦中央电脑已经做出了 第三序列安全警告 该警告直接针对许乐 他抬起头来 眯着眼睛说道 这正是你一直在查的第一序列前线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 如果联邦中央电脑认为 许乐对于联邦如此重要 那我们随便结束他们的生命 就是对联邦最大的不负责任 李再道将军 默然思考片刻 微笑着摇了摇头 轻声说了几句什么 便和杜少卿一道离开了官邸书房 书房的那两扇木门早已破碎 刚才被许乐用专业手法吸在门锁上的窗帘带 果然很呛悍地固定了锁的位置 却没有办法阻止特种兵们直接把门砸开两个大洞 帕布尔总统坐在书桌后方 望着那两个破洞和清晰尖锐的老木茶 无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陷入了怪异的沉默 他是联邦最有权力的男人 然而当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再也看不到那个他一直觉得很熟的青年后 我这咱的竟会觉得有些孤独 孤独的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直维持到官邸办公室主任布林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帕布尔总统似乎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下意识里点了点头 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在离开书房之前 他看着桌上那杯茉莉花茶 忽然停住了脚步 端起早已凉透的茶喝了一大口 觉得心情平静了很多 总统先生推开卧室的门 却迎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精神有些疲惫的他没有反应过来 只来得及略微浓了一下身体 让那记饱含愤怒失望的手掌打在了面部下缘 然后在手掌再次落下时 用力地捉住了对方的手腕 你在做什么 帕布尔总统盯着妻子的眼睛 震惊问道 许乐是个好小伙子 你们不能这样 总统夫人满脸泪花 装粉一塌糊涂 露出眼角的皱纹 很明显 他今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 他压低声音 却又极为痛苦的叫道 他是为了救你 才会被你们抓住 你这样你只要做对得起他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帕布尔总统觉得一股 极辛辣的刺激涌进自己的脑海 他愤怒地盯着妻子的眼睛 像被激怒的公狮子般吼叫道 你什么都不懂 都不明白 我不明白什么 总统夫人愤怒地抽回手腕 抹着眼泪悲伤地说 你知道李再道的性格 当年我每天夜里给你们煮面条吃 我也知道他的性格 他一定会马上杀死许乐 他马上会杀死他 帕布尔总统紧紧皱着眉 眉头像个穿子 像一条不知道去向的河流 他知道 妻子说的是真的 他也不想去思考 究竟自己是假装不知道 还是在默认这件事情的发生 总统夫妻此时并没有发现 他们那位可怜的童年患有自闭症的女儿 此时正在门口瞪着眼睛看着他们 帕戴尔 但褐色的眼瞳里充满着悲伤和失望 已经没有了天真呢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第七百三十四集 第一百六十八章 杀死自己 上 李在道和杜少卿走出官邸 数名表情沉溺的军官迎了上来 这些军官来自首都特区附近的几支强力部队 和杜少卿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便是少壮而有锋芒 肩章上金星闪耀 年轻的将军 对他们的老师进军里 眼瞳里的瓶颈点点燃烧 虽然他们清楚这个春夜并不是真正的行动 但毫无疑问 却是某个大变革的序曲 他们追随官邸中那位伟大的政治家 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那么在生命落幕之前就绝对不会退场 简短的序话和通过之后 将军们率领着自己的直属部队快速离去 草坪外又只剩下了李在道和杜少卿二人 沉默很短时间 李在道将军微微醋眉 望着已经恢复平静的街道 开口说道 其实总统先生的那些顾虑 只是他替自己寻找的理由罢了 杀或者不杀 只在一年之间 有时候并不需要考虑太多 杜少卿没有接话 戴上了墨镜保持着沉默 事实上这个夜晚他和他的铁骑士承担了逮捕许乐行动 当中最关键的任务 然而进入关底之后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李在道看了他一眼 微笑着感慨道 要消灭掉 年轻时那个充满热情而天真热血的自己 确实是个很艰难的决定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在他看来 帕布尔总统没有同意把许乐立即处决 和那些家族可能借势而为的危险无关 甚至和许乐身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宪章第一序列全线无关 纯粹是今日之我 看着往日之我的某种情绪在起作用 在如何老辣沉着的阴谋下 年轻时大地都有热情天真 经常热情愤怒的时间段 帕布尔总统如此 那他理在道自己呢 许乐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因为全线的问题 他的危险甚至超过协会所有成员的评估 在我看来 或许还在七大家隐藏力量之上 因为 他的危险太直接 李在道将军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的事业 无法承受这种奉献 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面前 我们不能有丝毫退让 少庆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他望着杜绍青 说道 不要考虑太多影响的问题 只要离开总统官邸和广场的范围 任何意外的死亡 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杜绍青 鼻梁上的墨镜 在春夜里反射着官邸 暗淡的灯光 沉默片刻后 他说道 我需要总统先生的命令 我们是军人 我们是军人 在战场上 有临机处断的权力 而只是许乐在的地方 就是战场 李在道平静 而富有压迫感的目光 直接透过墨镜的镜片 落在杜绍青的眼上 继续说道 杀死一个神受民众爱戴的联邦英雄 注定会写在历史上的罪名 如果你坚持要求总统先生下达命令 那么等于你提前为他定罪 杜绍青沉默片刻 敬了一个军礼说道 一定完成任务 乘坐庄甲车而来的部队 乘坐庄甲车而去 车内多了十余名 根本没有办法逃离的七组队员 先前充斥着紧张 肃杀气氛的宪章广场 几乎瞬间回复安静冷清 沿街建筑门口 还有几名少尉军官正微笑的 与居民们解释着什么 告诉大家反恐演习结束的好消息 同时双手奉上锅 防布 特别准备的大礼包 居民们对轻盟被扰 也表示了大度的宽容 偶尔掉落的青青树叶 在街道上滚动 夜穷上挂着的寂寥可数的几颗星星 暗淡星光之下 五人小组的仿骨铜雕像 与军神雕像对望无言 春夜如昨 夜风如常 参与此次秘密军事行动的部队 迅速脱离宪章广场 由备用军事杂盗 穿过地面的民用建筑 有时行经 半高架承重桥 尽可能安静地向郊外的营地行去 有一支车队 从总统官邸 驶来 刚刚经过财政部大楼 驶出了宪章广场的范围 所有的装甲车都经过了特殊改造 去除了所有远程控制芯片 甚至把最重要的几个控制法 全部调整为手动物理操作优先 一名铁骑师 禁卫营中尉 看着幽暗装甲车箱底部 被束缚在十字合金架上的小眼睛男人 强行压抑着心中的震惊 与枉然不安 紧紧握着手中的大火力 短管枪械 默然想着 难道部队提前行进的这些改造 都是因为面前的这个家伙 联邦军人都知道 这个家伙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 对于机械电控系统的研究 更是厉害到了极点 可是为什么上级会命令 拆除远程控制系统 难道他真的神奇 可以到利用这些东西 逃出上百名精锐官兵的押送 更何况他的手脚 已经被安置了超强度的磁镣铐装置 就算再如何强大的人物 现在也应该绝望了吧 他居然笑了 那个人居然笑了 好可怕呀 中尉瞪圆了眼睛 不可思议的看着车厢底部的那个家伙 下意识里举起手中的枪 指向他的脑袋 几乎同时 装甲车内被特殊挑选的铁骑士精锐 集体被那个莫名其妙的笑容震得眼瞳微缩 举起手中的枪 身体被联邦新型科技产品紧紧束缚 靠着十斤合金架的许乐 此时浑身上下甚至连根指头都没有办法动 好在那些敌人没有粗暴到控制他的面部神经 所以他还可以咧嘴而笑 露出满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联邦第一军区位于首都郊区的某转禁基地一角 出现了一些非常诡异的画面 军械库沉默的合金门缓缓开启 十余台联邦最新的行进的黑色MX机甲机体行动 在这深夜里缓缓使出 浑身上下透着股极为肃杀的气息 铁基师自帝国前线归来 没有回到S3 而是留在了S1 于是这个基地就成为了这只铁血不败之师的临时筑地 作为联邦最早的两个全机甲编制部队中的一支 数百辆军用机甲如同金属雕像般沉默地停泊在空旷的库房之中 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发动任何声响 直到今天 师部后勤处的官员 看着那些像幽灵般消失在夜色中的黑色MX机甲 忍不住 皱眉摇了摇头 低头用电子笔快速勾画着相关程序认证 心中生出无数疑问与震惊 但基于严苛的军事纪律 却根本不敢发问 今天晚上 铁基师似乎是在执行某项秘密的军事任务 连续出动了大量装甲部队和军用机甲 问题是这里并不是前线 而是首都特区 有什么任务需要动用如此强大的火力配置呢 浑身泛着黑色金属光泽的军用MX机甲 使用低障碍进行模式 驶出基地 顺着专用军事公路 向着依旧灯光闪烁的城市驶去 渐渐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之中 果科工程部研发的高级西光涂料 在此刻让这些高大沉重的机甲 涂上了一层幽灵般的鬼魅感觉 十几台幽灵般的军用机甲 在进入首都特区防御圈前 接受到了意料之中的严厉质询 自临海州体育馆暗杀事件之后 遍布联邦各大城市的机甲 热启动波段监控网络 早已捕捉到了这些军用机甲的身影 然而负责军用机甲 定位监控的国防部某部 在发出严厉质询后 只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简短说明 秘密军事行动 紧张而震惊的国防部官员们 准备命令带命联邦战机 马上起飞进行拦截时 再次收到十余台黑色MX机甲 传到的权限命令电子文件 这份电子文件证明 这些黑色MX机甲 拥有来自联邦政府和军方 最高层级的权限命令 包括国防部在内的任何部门 都无权阻止他们进入那座 深夜仍然亮着万家灯火 却正在酣睡的城市 庄家车队相对缓慢的行驶 和前面的部队渐渐拉远了距离 使出宪章广场范围没有多久 一个命令通过加密指挥系统 传到了最中间的那辆庄家车中 中尉军官接到命令后 表情复杂地抬起头看了许乐一眼 难以完全掩饰内心的真经 握着枪械的右手悄无声息地 将食指扣进了电触板机套中 他无法理解这个匪夷所思的命令 那个被绑在合金架上的军官 是战功赫赫的联邦英雄 是军神大人亲自挑选的接班人 是无数联邦战士心中的楷模偶像 结果却要被自己就地处决 作为一名铁骑士官兵 在战场上他执行过很多次 无法理解的命令 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 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更何况他今夜接到的这个命令 是直接来自师长的 中尉和身旁的同伴们互望一眼 看出了彼此眼瞳中的震惊与不安 铁骑士向来以纪律言明著称 从师长杜绍青到最普通的后勤士兵 在战场上都拥有最严苛的自我要求 他们冷漠而骄傲固执而强悍 能够在铁骑士的军官在面对上级命令时 居然生出震惊不安甚至是疑惑 作为被枪决的对象 徐勒应该感到非常安慰 徐勒上校 抱歉了 中尉艰难的夜下发苦的唾沫 望着车厢底部 举起手中的枪械 对准了被束缚在十字架上的啪 好了听众宝佑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尖刻第七百三十五集 第一百六十九章 杀死自己 中 枪口举起 然后放下 中尉和他身旁的军官 终究没能抠动扳机 本就因为他们犹疑而应感到安慰的许乐 应该更感欣慰 军队里的人们虽然见惯了生死 但面对着许乐这样的人物 还是无法如此轻易地决定他的生死 大概是感觉到车内发生了什么 二十几辆 缓速前进的装甲车队停了下来 就在一处空旷的商业楼宇中间的小广场上 车厢打开 一名铁七十军官 满脸冷漠地走了进来 确认当前情况后 皱着眉头 死死盯着那名 被专门挑出来执行任务的中尉 冷声说道 如果没有很好的理由 我想市长一定会非常满意你先前的举动 听到师长两个字 临阵放下枪械的中尉呼吸声急促起来 他的眼睛里因为挣扎而出现血丝 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缓慢说道 当年在黄山岭 我只是个班长 如果不是许乐上校操控的MX 我整个班都要备活 帝国 帝国人的这家才成肉泥了 中尉摇了摇头 平静说道 长官 很抱歉 我做不到 那名高级军官 沉默片刻 挥手示意身后的军官 将这名中尉拖了出去 沉默片刻 忽然抬起头望向许乐 目光寒脸 教官 我们是当兵的 总是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请你理解 听到教官这个称呼 许乐眯着眼睛望了过去 在灰暗的光线中 看清楚这名军官的脸 再三欣慰 这个人不是周玉 而是那个当年在操场上 被自己砸断右腿的长性军官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长少校嘲讽地望着他 您不需要太过惊喜 无论如何 总会有人送你去那个黑暗的世界 没有人能允许您 还能走出这辆装甲车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夜色下的商业心 小广场四周忽然响起了一阵 极为低沉的轰鸣声 这些低龙之子 自建筑 曲建的黑暗里传来 震人耳目 震的地面微微颤抖 震的接盼的广告牌 如被裂风刮动一般 极为不安 长少校皱着眉头向外望去 同时 二十余辆装甲车上的铁骑士官兵 他们警惕地向外面 望去 对于在战场上 神经百战的他们来说 这种声音太熟悉 每当硝烟声腾 帝国人 但与横飞之际 只要听到这种低沉的轰鸣声 他们便会觉得心情大定 自信横生 因为这是联邦军用MX机甲 双引擎特有的轰鸣声 然而今夜执行秘密任务的 他们 听到这些熟悉的机甲轰鸣声 心中却生出无限紧张 因为在原定计划中 铁骑士连一台机甲都没有出动 那么小广场刺激夜色里 越来越近的机甲 是从哪里来的 许乐所在的装甲车内 和外面的军官 还有极少数知道 今夜任务详情的军官 很自然的联想到某些因素 他们诸然警惕 快速命令整支车队 进入战略状态 众所周知 许乐是MX机甲的设计者 而他所在的部队实习装甲师 则和铁骑士一道 是联邦军方唯一的 两个全机甲整编师 难道说这些潜伏在夜色中 高速破镜的机甲是十七师的人 十余台 魂体深黑色的军用MX机甲 就像是幽灵一般 从深沉的夜色中突然出现 从小广场四面八方的街巷中 高速向车队冲了过来 早已转变成作战形态的黑色机甲 沉默肃杀 瞬间由幽灵变成无间不摧的钢铁巨人 铁骑士装甲作战小队 感觉到那些远远高过街灯的黑影 就像食指般的恐惧 笼罩在他们心头 笼罩在他们头顶 这一刻 他们仿佛回到了3320 5460 黄恶星 那些战场纷飞的战场 不 甚至比战场更加可怕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 联邦最强大的MX机甲呀 罪领铁骑士官兵 感到无比寒冷的事 全部做了改装 在这极短的遭遇时间内 他们根本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 身份决认 身份决认 装甲战车 车队的通讯官员 在系统中 向着那些高速冲来的机甲喊话 同时快速启动战场 敌我识变系统 常上就严肃的 盯着手腕上的指挥终端 在几秒钟之后 神情不知为何 助然放松下来 那些黑色MX机甲 依然并没有 延缓冲过来的速度 也没有回应铁骑士的喊话 但是对方却向 敌我识变系统中 高速传输了一段信息编码前端序列后 联邦 哪个部队都有自己的专属战场信息编码 按照联邦科学院研发的混沌转换模式 进行24小时不间断自动更迭 这种绝密的信息编码 只有本部队的人才能完全切合 纵使是国防部高权限部门 在没有启动全面战场系统之前 也无法复制这一段信息编码 长少校 非常确认 这群子夜色中暴动的黑色机甲 是铁骑士的机甲 在第一时间内 命令全体战斗人员停止进攻 以免出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荒诞的画面 浓郁的不解 和疑惑涌上他的心头 失礼什么时候派了一群黑色机甲过来 鸡师们为什么不回应 几方在系统内的喊话 最关键的是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余光瞥见装甲车阴暗角落 被死死绑在合金架上的许乐 长少校隐约猜到了答案 眉头忍不住 阴沉地皱了起来 诗部使用这种方法 能够瞒过国防部和实骑师的眼睛 许乐教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居然要出动这么多机甲 才能杀死他呢 当时的情况 瞬间晚变 转换的令人们目光都来不及跟上 自然更来不及思考 就在铁骑师装甲车收到不准射击的命令后不到三秒钟 十余台来自四面街道椅子里的黑色MX 便冲进了装甲车所在的小广场 而冲在最前面的那辆黑色机甲 更是毫不犹豫地抬起沉重的机械臂 向着某辆装甲车狠狠砸了下去 轰 一声巨响 装甲车的软实履带被震得断断碎裂 烟尘从底部喷射而出 就像是要飞起来那般 事实上 被黑色机甲猛力一击 这辆装甲车坚固的车厢骤然变形 压扁 然后倔强地弹起 硬生生地从地面跳了起来 真的就像一艘小型飞船般将要起飞 装甲车内的铁骑士军官们被震出车厢 身体不知道擦伤了多少处 虽然没有什么致命的伤势 还是被这恐怖的袭击震得有些浑浑噩噩 尤其是长少校 他被冲击波直接震飞到接盘的垃圾箱旁 震惊地望着面前不远处的高大机甲 心想就算是为了难过事后调查而演戏 这些机甲为您也做得太危险了些 坚固的装甲车 在黑色机甲机械臂沉重的一击下 虽然变形严重 却出奇地没有散架 只有顶部最脆弱的护甲部位 被巨大的力量撕开了一道裂口 随着那台黑色机甲沉重快速的第二击 裂口直接撕裂 带着变形的装甲板 凄惨地飞出极远 重重地摔在街面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被死死捆在合金架上的徐勒 重重摔起来 然后落下 侧脸颊被撞出一道血口 忽然发现头顶的装甲板忽然消失不见 不由眯起了眼睛 夜穷上那些稀疏的星星 只不过几个小时没有见到 感觉却像是隔了几个世纪那般久远 那两轮月亮却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难道他们也不忍心看这场险恶的屠杀呢 黑色MX机甲站在装甲车前 就像是个巨人冷酷俯视着儿童乘坐的玩具车 只要他愿意 他随时可以把这辆玩具车踩成碎片 疯的一声 力响 黑色机甲 又机械臂前端弹出锋利的合金刀 刀锋四周快速闪动 寒光四射 然后他向着装甲车内重重挥响 仿佛比人类体积要大的很多的冰冷刀锋 狠狠劈向许乐无法动弹的身体 就像是一把远古神职使用的巨型武器 绝情地砍向一只卑微的小猫 许乐仿佛根本没有看到 挟着剧烈风声披响自己的巨大合金刀锋 眯着眼睛 从那越来越小的缝隙间看着星空 或许知道是最后一眼 所以目光格外平静 又有些贪婪 在这一刻 浓浓夜色笼罩下的商业区 小广场 仿佛陷入绝对的死寂 那些侵入装甲车队内 黑色的MX机甲引擎依旧在轰铭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但铁机师的官兵们 却带着复杂无比的神情 望着那辆破损严重的装甲车 望着那抹在夜色里 闪出漆冷光泽的合金刀锋 知道某个人马上就将死去 大致明白某个英雄的故事 就在今夜结束 沉重巨大的机甲合金刀 自许乐眼前划过 鼻翼划过 然后狠狠砍在他的双脚中间 剪起一棚异常艳丽的火花 谁也无法形容这一机的准确 或者说是精确 这一机的难度就像是 人们拿着菜刀 要准确的将菜板上的芝麻 切成标准的两个半圆 如果想要达到这种操控 是由一台惯常概念里 笨重的机甲完成 更能想象出这一机的可怕 就算是许乐他自己 都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完成 如此完美的一机 紧接着又是清脆的两声 高大的黑色MX 如同冷酷的杀手一般 像装甲车厢内挥舞着合金刀 准确的砍中合金架上的 坚硬连接处 再如何坚硬的镣铐 在黑色机甲沉重而疯狂的 劈砍面前 也只能脆弱的像少女的 草丝手链一样 许乐咪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胸膛骤然起伏 身体上层层叠叠的束缚带 噼里啪啦的瞬间碎裂 高密纤维带的碎片 在车厢内在街灯 与昏暗的灯光闪耀下 四处飞舞 如蝴蝶一般 初简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第七百三十六集 第一百七十章 杀死自己 下 像小蝴蝶一样 漫天飞舞的纤维碎片中 许乐像破茧而出的蝴蝶般 站了起来 当然 它没有那种纤细的美丽 破碎的肩骨镣铐和合金架 只带着股强悍的意味 在没有人能够听到的那个空间里 响起了老东西的声音 你怕死吗 当然怕 那你为什么 你眼睛都不眨 因为有你在 我为什么要怕 没有人能够杀死我 除非我自己想杀死自己 商业广场上 夜风骤然间升温 十余台黑色的MX机甲 引擎轰鸣巨响 姿态 快速转变 强劲的机械臂横横推出 猛的 向身旁的装甲车推去 这些黑色机甲的机孔动作 显得有些笨拙 不够圆蠢 然而无论是力量还是角度的选择都格外精准 在没有造成恐怖杀伤的前提下 准确地将所有的装甲车 全部推到了街道的两侧 整个过程看上去 就像是那个著名的低龄 意志推箱子的游戏 装甲车与地面剧烈的摩擦 响起刺耳的声音 站出一道道夺目的光滑 与道路两旁的人工起伏 相撞 震气 然后落下 铁骑士的官兵们终于反应过来 在长少校极怒的命令声中 纷纷抠动满记 向商业小区中心发起了射击 碰碰碰碰碰碰 沉闷的弹头高速地轰击着 合金护金的 声音响起 无数次目的弹火瞬间照亮这个春夜的街头 外围装甲车上携带的大火力枪 喷卸着子弹 准确地说 是将广场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片死亡的沼泽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 那十余台黑色机甲 在将装甲车推开 占据广场中心区域圈域后 并没有马上还击铁机师猛烈的攻击 这些黑色机甲沉重粗长的机械腿重重跪下 围成一个圆圈 把机甲后背毫不掩护地留给铁机师 枪械里喷吐的子弹 然后便再也没有任何动作 呼啸凄厉的子弹 密集地轰击在黑色机甲裙的后背和机械腿上 发出令人耳酸的金属战裂声 时不时又分不清的弹头 还是机甲金属碎片 那些残硕飞向天空 射向地面 痴痴之声不断 黑色机甲围成一个圈 没有还击 没有躯地 只是安静地跪着 与身上承受的猛烈打击 高温激起的烟尘 晃动不安的街灯 急促高声的呼喊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一刻 他们就像是一排沉默的黑色雕像 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 肃穆的美 正在猛烈射击的铁骑士官兵们 所看不到的画面是 半跪围成一圈的黑色机甲 完美地利用角度 全方位 遮挡着街道四周射来的子弹 而向着那 围中心那辆破损装甲车的一面 所有机甲的座舱已经缓缓开启 对着刚刚爬出装甲车顶口破损的许乐 就像是无数宝座同时开启 迎接王者的归位 他站在装甲车上 看着面前的黑色机甲 听着外面急促恐怖的子弹声 没有丝毫犹豫 力量灌入双腿 用力一蹬 跳上了机甲的左平台 就如一道 轻言再次一跃 便直接踏上黑色机甲开启的座舱门上 对于许乐来说 MX机甲 就像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般熟悉 他知道自己不会犯错 他更清楚只要自己进入机甲 便可以获得绝对的安全保障 所谓机甲在手的强大自信 从来没有消退过一丝 然而当他的右脚踏上厚实的机甲坐舱门时 身体不由得微微一僵 因为机甲里有人 一个隶属于铁机师的机师脸色 苍白的望着他 左手紧紧按着一个按钮 右手正快速的摸向腰盘的手枪 眼瞳里往人之中 带着一丝绝望的狠力 这是一名勤奋好学的机师 今夜他正在库房里熟悉 MX机甲的第三套近身格斗方案 然而正当他沉浸于某个小眼镜军官 当年在作训基地里编写的材料时 本应安静待命的机甲忽然却启动了起来 莫名其妙的机师马上试图命令身上的MX机甲停止 然而他恐怖地发现自己所有的操作已经失效 接着更加恐惧地发现 他没有办法与外界进行联络 甚至无法开启机甲外部扬声器警告 那些一无所觉的后勤官兵 他睁远了双眼 往人不安地看着自己的机甲随着更多的黑色MX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驶出库房 驶出基地 顺着军用公路向着那座都市驶去 感受着诡异的气息 却什么人出 前方的 装甲车队部队就是自己师的部队呀 他惊慌失措地大声吼叫 想要对那支部队的指挥官进行试警 却无法让自己的声音传出机甲 他站了起来 慌乱愤怒地用力拍打着沉重的舱门 却只能收落 徒劳绝望的结果 眼睁睁看着袭击发生 看着这台已经不受自己控制的黑色MX机甲 就像是忽然有了自己的灵魂 诡异地开始自行攻击 几时的脸色变得苍白 浑身被冷汗湿透 机甲承受着猛烈的火力攻击 啪啪啪啪啪 沉闷如同木屋里能够听到的暴雨 机师急速呼吸地望着开启的车门 看着那个忽然出现在面前的男人 以强悍的意志控制住疯狂失控的精神倾向 右手快速摸向腰盘的手枪 同时准备按下一支颤抖的自爆按钮 在看到座舱内那名脸色苍白的机师瞬间 许了能够找到无数种方法杀死对方 进入座舱真正的拥有这台MX的控制权 甚至他有信心 即便这名机师死亡之前按下自爆按钮 他也有十足的把握逃离 自爆程序是机甲封闭内系统内的最外源程序 在手动操作的前提前 所有自动系统都无法阻止 就连那个幽灵般存在于 这十几台黑色机甲的伟大存在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要么我先赌一把嘛 反正自己不死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许乐或许想了很多 或许根本什么都没想 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形式 猛的向后一翻 直接从座舱门上跳了下去 几乎就在他的双脚踩上坚硬露面的同时 左右两面黑色机甲 同时挥动沉重的机械臂 狠狠砸向他落脚紧前的范围地面 机械臂与路面剧烈的碰撞 占起满天灰飞石朔 瞬间竟是把后面那些猛烈的枪声 都镇压了过去 坚硬的路面随之裂开 然后堕落 接到两侧的铁骑士官兵们 喊不畏死的冲了过来 他们很清楚如果让许乐逃走 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 所以他们根本顾不得那十几台黑色机甲的恐怖威力 近乎于自杀般的短着枪械 穿过那些如钢铁大树般的机械腿 冲到小广场的中心地域 对着满天灰尘 毫不留情的一通狂扫 不知道过了多久 沉闷响亮的射击声终于停止 铁骑士官兵们紧握着枪械 紧张地等待着烟尘散去的瞬间 路面已经塌陷 露出可容两人通过的洞口 让而一台沉重的黑色MX机甲 不知道什么时候倒了下来 那沉重的机身 把那个洞口压得只留下一道缝隙 看上去就像是战场上 用胸口去堵住敌人枪眼的勇敢军人 也堵住了铁骑士追击许乐的道路 长少校脸色苍白的看着那个洞口 低声呼求机甲支援 然后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头顶那些像黑色钢铁雕像般的机甲 忽然觉得身体非常寒冷 首都特区地下幽静的下水管道中 自感应系统准确地捕捉到了大型地带 带温物体的进入 自动亮起昏暗的灯光 随着灯光的炼气熄灭 能够看到一个联邦金官正在沉默的前行 一只老鼠从他的脚边快速跑过 大概是很多年没有见过人类的关系 这种世界上最倔强生存的哺乳动物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 刚刚脱险的许乐 眼眸里也没有什么鱼迹之类的情绪 他注视着最前面的道路 步伐显得格外稳定 只是有时候会下意识摸一摸 左手上的金属手镯 大都市如珠网般的地下管系 对于许乐来说并不陌生 去年在帝国天津兴 他就是依靠这些老鼠王国的高速公路系统 才成功地躲过了槐草师的捕杀 只不过那时他需要借助 手桌里的电子地图进行立位 如今在联邦 他却只需要看着左眼瞳中 那些精确及时到了极致的地图显示 那台机甲里有人 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送一台完好无损的战斗机甲给我 因为这可能会造成我去杀害别的人类 不知道沉默前行了很长时间 还是很短时间 他忽然低声问道 声音在幽静空旷的空间里回荡飘摇 变得有些含混不清 似乎觉得有些麻烦 停顿了大概两秒钟后 才在他的脑海中回答道 我不能确认这是程序意外 事实上你可以杀死他夺取那台机甲 是的 我可以杀死他 许乐有些鸡血地重复了一遍 但你没有这样做 老东西的声音忽然间像是带上一丝同情和安慰 是不是因为今天晚上总统先生说的话 让你产生了某些感触 许乐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道 可能是 我不是造物主 也许并没有资格去决定别人的生死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 我还需要时间去思考 我们这时候去哪里 不知道 只要是他们不能杀死自己的地方 可为什么 我感觉你已经死了 昏暗的地下通道里 灯光 实明实暗 就像舞台上表示人生道路枉然的效果 他没有回答老东西这个明显 带有太多感情哲学装逼色彩的问题 低头继续沉默地赶路 背影孤单的 非常厉害 好了 听着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 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尖刻第737集 第171章 联邮帮 联邦的神旨 或幽灵 这一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从时间上算 大概是从黑夜走到了清晨 雪乐 像是进行完某种发泄一般 直接坐在了地下通道冰冷湿路的地面上 双脚垂在下水道旁 就像是在战场上那样 坐在悬空数米高的座舱门面 只可惜 脚下不是深雪占油 只有污水缓缓流淌 简单地确定了一下方位 头顶十几米处 是地铁某个交汇口 再往上去 则应该快出了首都东郊 许乐解开衣领 让进步混着热气的汗水蒸发的快一些 问道 其实在官邸里 听着他们讲话的同时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当时在官邸走廊里 那些家伙直接拿枪轰我 我怎么办 如果你来不及救我怎么办 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怎么办 他皱着眉头 身后的感应灯光逐渐熄灭 脚下经过处理的污水泛着淡淡的铁心味 如果我没有救你 你会怎么办 联邦中央电脑 在他的脑海中反问道 从当年在医院黑梦中机械的问答 到后来开始反问甚至打去 这些细节能够感觉到很多老东西的变化 我当时准备了三个逃生路线 窗外草坪和直接冲廊 是最差的选择 浩浩的选择 是直接轰破头顶的天花板 然后转向后楼的官邸生活区 闯进总统先生的卧室 到这个时候 许乐依然习惯性称呼那个男人为总统先生 他微偏着头 出神地看着脚下的水流 继续说道 我不会伤害夫人 当然更不会伤害帕戴尔小姐 但我想如果我和他们在一起 那些特种兵总没有胆量 来一招万枪齐名 可你没有反抗 因为我确认 他们不想在官邸里杀我 许乐轻轻叹息了一声 挠了挠威尸的头发说道 不过李在道准备的确实充分 不愧是老李家的人 上游老爷子下游李疯子 非常清楚我们这些家伙 拥有怎样的力量 他给我的手量 准备的特质的镣铐 确实是 单靠利息是不能证断的 然后他笑了笑说道 被捆上那个合金架后 我嘴里含着一颗扭扣炸弹 如果你真的不管我 估计到最后 我还是得拼命搏一把 只是搏的结果 应该不会太好 沉默片刻后 许乐眨了眨眼睛 问道 说回最开始 我最关心的那个问题 依据当年你的说法 我是第一序列保护对象 那如果在官邸里 在装甲车里 你来不及把机甲 当作防弹堡垒用的 好笑手段 你会不会动用你的大杀气 他没有说清楚 什么是他所认为的 联邦中央电脑的大杀气 但很明显 老东西很清楚 这句话所指 回答道 权限虽然有所冲突 但根据核心程序限定 我永远不会使用 你所说的大杀气 如果真到那种时候 我大概只会沉默地看着 你会死 不要大概 许乐皱着眉头 认真说道 一定不要用 永远不要用 理论上 联邦中央电脑 可以让任何联邦公民 随时随地地暴毙 因为他时刻接受着 人体静候芯片发送的信号 自然可以反向侵入 人体的生物神经 甚至大脑 许乐曾经亲身体会过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联邦中央电脑 可以让许乐的大脑 接受无数结构图纸 和清凉的美女图 也可以瞬间输入大量信息 直接让他的大脑死亡 甚至还有更多 更简单的 结束生命的手段 依据核心三定律 第四补充条款 我被严格禁止 与联邦公民芯片 进行主动联系 包括反响 输入任何信息 老东西做出了补充解释 可能是想让许乐放心 问题是 你已经主动联系了我 当年你还想主动联系大叔 许乐依旧眯着眼睛 猝着眉尖说道 核心三定律 确定你不能伤害人 也不能听从人的命令 去伤害人 可我真的很担心 逐渐拥有 你人智能和情绪的你 已经突破了很多东西 会不会有一天 真的突破核心三定律 不会 老东西平静回答道 虽然因为三定律 我一直未能直接抹灭 异常情况 一至七十一号 也就是你所谓的大叔 但我依然坚持认为 三定律是伟大 正确 而且永远必要的真理 紧接着 这台掌控联邦社会秩序 多年的超级电脑 忽然间似乎有了些脱续 声音明显低沉伤感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五人小组留下的 核心修正案 我与你取得了主动联系 然后 如你所说 我在一直不断地突破 现场规定 他或他或他 出现在许乐的左眼瞳中 依旧穿着那身鼻挺的 不可能沾惹星点灰尘的 管家之腹 只是眉眼却越来越年轻 性别越来越 淡 向着许乐的意识 微微一躬 然后感慨道 这几年我做了很多 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我感觉到了强烈的负罪感 我不知道这么发展下去 我的核心程序和序列权限之间 会不会发生严重的逻辑冲突 相较之下 反而是许乐 因为今天晚上承受了太多情感和理念上的冲击 变得更为平静一些 他怂怂间说道 你现在疯了吗 老东西站直身体 严肃认真地回答道 还没有 那就还好 可是我今天晚上又再次严重违反宪章规定 进行了多次直接物理操作 启动了这么多台机甲来帮你 这事情太可怕 闭嘴 许乐揉着揉 郁闷的眉心 毫不客气的指出那个电脑的虚伪 然后说道 你在帝国开了半年的三意见 到处抢劫的无比愉快 怎么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心理挣扎 就因为你的虚伪 连台机甲也不肯痛快的给我 非得给我设置一个题目 这下好 我只能蹲在这个鬼地方当老鼠 很容易联想 你肯定也不会给我整台什么ACW出来 为什么 因为枪械可以杀人啊 我操 昏暗阴沉的地下通道里 回荡着许乐的声音 也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声音 如果有人听到 一定会觉得非常诡异 似乎这个藏身于黑暗中的男人 正在和某个幽灵进行对话 在脑海中 联邦中央电脑忽然回答道 许乐 你准备向联邦政府开战吗 许乐无法给出答案 难过地低着头 盯着悬在污水上方的军靴 声音微哑回答道 就当我是怕死 去年你曾经说过你不是道德家 现在你承认自己怕死 那么作为一台电脑 我无法理解你的逻辑 为什么刚才你要我永远不要用你所说的大杀器 明明你知道 如果我启用大杀器的话 你家是这片星空最强大的男人 一 你不会启用 所以这是废话 二 我们两个经常吵架 万一哪天我吵架吵得少了 或者吵得你老羞成怒 你直接把我暴毙在浴室里怎么办 随时可能被你干掉 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太没有幸福感 昏暗的光线 照耀在许乐微笑的脸上 然后他的笑容渐渐连去 缓声说道 老东西 你既能杀一个人 接着就能杀一万亿亿个人 如果联邦的人都死光了 就剩我们两个 那多难受啊 和那种情况比较 我倒宁肯自己死了 闭上眼睛干净 有道理 中央电脑回答道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时间位置清晨 刚刚躺下不久 根本无法放睡的帕布尔总统 接到了令他感到震惊的最新情报 他看了一眼 床令一边表情落寞的妻子 微微皱眉 快速穿好睡衣 在特勤局特工紧张的保护下 顺着官邸特制的快速通道 进入了地底深处的会议室 环绕房间内部的光幕 只亮着两三块 上面是联邦各大区域 忠诚于政府的军方首长 帕布尔总统面色沉郁的走了进来 环市座位上的下属阁员们 称声说道 开始 光幕上开始播放最新的监控录像 录像包括首都南郊基地 那间库房里发生的所有故事 自然也包括发生在商业区小广场上 那场冲突 画面最后定格在 那台就像人类战士一样的英雄 堵在路面坍塌陷的黑色机甲身上 现在已经确定 事情的关键还是宪章局权限的问题 李在斗望向圆桌前面的崔聚东局长 皱眉问道 宪章局究竟能不能解除他的权限 崔聚东的表情很复杂 眼瞳里藏着某种怪异的颓扫 摇了摇头 说道 宪章电脑严禁执行直接物理操作 可是今天晚上的这一切 已经推翻了我数十年来的认知 所以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官邸地下会议室内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掌握着联邦政府权力 意志坚定的大人物们 隐约间仿佛看到了一个幽灵 正漂浮在联邦的天空上 刚刚得知具体情报的国家安全顾问 不停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 从这些录像中发现了很多可怕的真相 他望着帕布尔总统颤声建议道 你必须马上离开关底 进入斯明山 腹中的基地 基地可以抵抗最强大的战舰主炮 只有在那里您才是安全的 好了 第七百三十八集 第一百七十二章 联邦在行动 堂堂联邦总统被赋予管理三个大区 近十个行政星系 加上逾百矿星上的数百亿公民 指挥上百万联邦部队的最高权力 结果却被两段简单的路向下的 躲进斯明山腹的隐蔽基地 对于会议室内的政府官员们来说 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提议 毫无疑问 是在打他们脸上的响亮耳光啊 然而 他们谁都没有办法反对这个提议 纵使内心觉得无比羞辱 因为 当他们看到光幕上那些黑色发力警 中央电脑和许乐之间古怪的权限联系 关键不知道中央电脑运作的程序机制 但他们 非常清楚 联邦是怎样的依赖宪章网络 现在他们最依赖的似乎成为了 最守最为强力的武器 怎么能不惶恐不安呢 帕布尔总统 看着光幕上最后那个镜头 微微醋眉 摇头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接手来 阻止了阁员们惊疑不定的劝告 陈生说道 我是联邦总统 如果因为恐惧而躲藏 难道我要躲藏整个任期不成 他缓缓扫失会议室内一眼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关于徐勒上校的事情 必须严格保密 严禁传播到这间会议室之外 政府必须马上成立专职部门 应对此次突发状况 而李在道将军全权负责 布林会是你们中间的联络官 坐在帕布尔总统身后角落里的 官邸办公室主任布林 向众人点头致意 总统先生继续发布命令 虽然一夜未睡 但他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浑厚有力 平静低沉的音调里 透着股令人平静的感觉 工作分成两个方向走 一 相关部门马上展开通缉行动 立正在最短时间内找到 或者击毙此人 讨论到这个阶段 击毙这两个字 终于出现在总统官邸的工作台 过目上 因为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相当清晰的知道 那个逃走的联邦英雄 会是一个怎样危险的人物 第二点 宪章局必须尽快找出方法 解除许乐所具有的第一序列权性 我们不能允许联邦的宪章为罪犯的庇护所 宪章局代理局长崔巨东 紧挨着总统右手边而坐 听到这个命令 他沉默片刻后 很直接的摇了摇头 第一声说道 总统先生 非常抱歉 序列权限在核心程序之中 宪章局很难让中央电脑 主动解除这一权限授予 事实上 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天的努力 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成效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更糟糕的是 众人都看出了这位宪章局局长梅宇坚的疲惫 和藏在最深处的放弃绝望情绪 场间不由紧张的沉默起来 最开始便询问过宪章局的李再道将军 忽然平静开口说道 关于许乐的权限问题 我想 如果中央电脑不能主动解除他的权限 也许我们应该找到 迫使中央电脑被动收回权限的方法 什么方法 崔举东疑惑地看着李再道 联想起某一天在街边对方说过的话 心中生出淡淡希望 虽然不多 但终究是有了 程序逻辑冲突 李再道望着光幕上路面上的那道裂缝 皱眉说道 这件事情刚刚有些眉目 但现在没有掌握确实证据之前 我自己都无法相信能不能办到 他抬起头望着帕布尔总统说道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必须给许乐足够的压力 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插话说道 关于第一条 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请总统先生及诸位放弃 联邦三级监控网络 就算最高级别无法启用 调查局和工房部手里还有两层监控网络 不止可以给许乐足够的压力 我有信心 可以直接抓住 或者击毙他 没有什么精神 梅宇监禁是疲惫神情的崔举东 嘲讽的看了他一样 波迟道 只要这个诡异的第一序列权限存在 中央电脑继续帮助他 那么联邦所有的自动监控 将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数据和信息 你们或许不明白 所有的数据和信息 都在中央电脑的监控之下 捉住或者击毙他 我并认为靠着瘫痪了的二级监控网络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联邦调查局局长 沉默的无言以对 有些恼怒的用手指粗暴的 梳了下花白的头发 帕布尔总统的表情 一如往常的平静 看着崔举东局长 淡淡提醒道 不要忘记 联邦有数百亿人 中央电脑无法控制人 所以此次行动我们必须控 而且只能靠人的力量 他闭上眼睛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然后睁开眼睛 淡淡自嘲地说道 一个联邦军官 一个逃犯 居然能够让整个联邦政府 为之警惧不安 我不得不承认 联邦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荒谬吗 不 一点都不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即将面临的是 多么危险的人物 我宣布 联邦进入秘密二级警妹状态 帕布尔总统 望着会议室内众人 缠没片刻后说道 诸位 这是战争 这是联邦和一个人之间的战争 我们必须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地下回到地面 清晨的总统官邸 笼罩在淡金色的光线之中 草坪上的露水闪闪发光 像一层裹着纤维丝的熔电 昨天一夜的嘈杂肃杀 早已随着部队的撤离 烟消云散 只有那些将安全警备 提到最高级别的特勤局特工们 在各自的角落里 像树林一样的鹰一般 注视着四中 帕布尔总统 严厉地拒绝了 安全部门任何过于紧张的要求 和理灾道二人 并肩站在露台上 望着面前美丽的沉景 表情却并不像先前 在会议室那般 平静自信 我很清楚许乐的性格 就像清楚我自己的性格 帕布尔总统低沉地说的 因为那个该死的权限 一旦他下定决心 那么肯定会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但是不能因为畏惧而不去查那些事情 激怒与否 全在你的考量之中 但我想在没有查到或抓到他 或者杀死他之前 他的那些队员最好还能够活着 我也是这样想的 理灾道感慨说道 一个陷入理念冲突的年轻军官 总比一个因愤怒而疯狂的杀手要好对付些 又是新的一天了 帕布尔总统 望着露台下方的草坪 微笑说道 又有新的挑战 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去处理 只不过这次的问题看来似乎要更麻烦一些 理灾道说道 某个猜想我一直没有提 因为本以为这件事情可以妥善解决 那么这个猜想就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看起来 要解决最麻烦的那个环节 我还确实需要等待那个结果 听断片刻后 他继续说道 如果不行 那就调回李峰 许乐逃脱 联邦政府开始追捕或者追杀 大人物们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比如要怎么面对那些家族借题发挥的质询 怎样解决联邦民众的震惊不解 甚至是强烈的不满和愤怒 怎样解答人们的疑问 怎样才能够保证政府和军队 能够坚定不移的执行总统的意志 就在这天上午 国防部大楼率先迎来了政府的行动 必须说 这种顺序选择非常正确 然而并不知道 那群的国防部军官们 看着在部长办公室内里 整理文件的部长先生是 完全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 国防部部长邹应兴 被总统官邸要求暂时离职 接受某项协查任务 官方并没有说明暂时离职的原因 邹应兴部长自己却非常清楚 望着窗边那盆清郁的植物 邹部长唇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容 昨天一夜 他基本上也没有睡 虽然宪章广场上的秘密军事行动 直接越过了国防部 但作为国防部长的他 又怎么可能真的毫无察觉 直到今天 首都兴圈绝大书人 还依然认为许乐是他的准女婿 只不过这个准字 一拖便拖了四五年呢 当这场联邦与一个人的战斗 拉开帷幕 因为这层关系 虽然国防部长权重未高 身后又有没仇后山的影响力 总统官邸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让他离开这个职位 当然 政府方面也不可能直接撤职 所以用的是暂时离职的名义 部长先生 这盆植物要带回家吗 不用 我总是要回来的 邹部长平静说道 他出身 后方后勤系统 以低调著称 但担任了近五年的国防部长 在部队中当然拥有相当的实力 面对所谓的离职休息 他本可以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 甚至这种回应可以令总统官邸感到非常棘手 然而他却选择了平静的离开 邹应星眯着眼睛走出了部长办公室 与那些震惊不解的军官们微笑的打着招呼 心中却有些良意 前线还在作战 与帝国的战争还在持续 联邦军队又怎么可以乱呀 看来许乐查到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而那位善于把握人心的总统先生 事先就确定自己为了维护军队的团结 而只能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如此筹划心智 令人佩服啊 也令人恐惧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第739集 第172章 暮色如血 一 联邦跑政治线的记者 时常自嘲地拥有猪一样的灵敏的嗅觉 和狗一样的分寸感 他们非常清楚 在每个不同时段的政治气氛中 什么样的报道可以通过编辑部 以至更高层的审核通过 什么样的报告再如何精彩绝伦 吸引眼球 最终也只能化为工作台电路里的哀鸣 垃圾数据碎片 基于这两个特质 他们没有理由发现不了昨天夜里 首都特区的异常状况 驻守在郊区的野战部队居然开进了宪章广场 据说是演习 可是谁会信呢 紧接着 他们通过各自的信息渠道 掌握了一些更加耸动的情报 比如联邦政府和议会山的警备等级再次提高 而听说联邦调查局正在展开一项秘密搜捕任务 行动目标针对的是那位刚刚从西林归来 还没有被记者们成功拦截的联邦英雄 所有的记者都慌乱了 亢奋了 妄然了 冲动了 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追 追下去会爆出怎样震惊的新闻事件 但在经过时间并不长的心理挣扎之后 他们依然披上风衣 狂奔着冲出各大报社和电视台的大门 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冲去 新闻事件当中的记者呀 就像是战场上的士兵 如果嗅到了动静 却没有继续调查 那就等同于没有开枪便举手投降的士兵 无论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任何记者都无法原谅自己当时 不曾举起手中的枪 紧接着 记者们发现自己狂奔而出 撞到了无数冰冷的铁板上 无论平日里构知了怎样良好的关系 今天的联邦政府各个部门 对于他们的来 都是关上大门 没有任何人会接受他们的采访 国防部大楼戒备森严 特乡实弹的宪兵看守着大门 禁止任何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入 就连具有军方背景的金星报 记者也是一样 记者们在警戒线外焦虑地呼喊着国防部发言人的姓名 高声追问着邹部长暂时离职的消息是不是确实 回答他们的却只是死记般的沉默和楼内军官们神情复杂的眼光 宪章广场上管理处没有人接受采访 议会山面色匆匆的议员们集体沉默 总统官邸甚至临时宣布 本应该在今天上午十点召开的例行吹灰 暂停一停 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官邸新闻春风会上的记者们 发出了极为不满的鼓噪声 七嘴八舌的 看似凌乱的像菜市场 其实极为默契的 和着那位新闻发言人不断的施压 混乱场面持续了大概数分钟后 总统官邸新闻发言人在厕所里 与布林主任低头轻语几声 重新回到台上 望着面露期待的新闻记者们 非常吝啬地给出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很简单 却相当出乎人的意料 也让联邦的新闻记者们心中 产生了无数丰厚激荡的想象画面 总统先生因为患重感冒 需要休息 所以新闻吹风会暂停一期 场间的新闻记者们集体沉默 低头在工作台光幕上 快速记录着新闻发言人的说法 同时皱着眉头 用电子笔勾画着种种可能性 记者们知道 再也无法在总统官邸 问到任何内容 起身 向下一个可能被攻陷的政府部门冲去 这样的动作一直持续到了傍晚时分 记者们的轮战首都特区各状大楼之间 终于成功地在司法部大楼前 堵住了副部长先生 根据他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官邸已经授权这位副部长先生 对昨夜里直至今天凌晨发生的一切 向各大媒体做一个简单的情况说明 昨日21点40分 为因应前些日子的议会山恐怖事件 联邦军方在县章广场周边地区 成功地进行了一场 代号为深春的反恐演习 通过这场演习 联邦政府各部门加强了彼此间的 信息交流匹配 为了再次面临类似恐怖袭击案件 演练了相关预案 收获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军方演习的休息 怎么会由司法部来宣布呢 记者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 意识到政府今天应该会松口 于是毫不客气地继续追问道 部长先生 我们只是想知道 联邦政府是不是在通缉许乐上校 另外国防部部长邹颖兴是不是应该 已经被要求离职了 我先纠正一点 邹部长没有离职 他只是因总统先生的特别请求 前往联邦各战略装备基地进行检查 因为即将到来的帝国本土下级作战 联邦的战略装备面临着艰难的考验 政府需要像邹部长这样的优秀将领 做全面的领导这项工作 新闻记者们自然不会相信这个说法 但既然官方给出了答案 那么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去解读这个答案 他们拿着电子笔快速记录 沉默地等待着他们和联邦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至于许乐上校 司法部副部长醋梅 斟酌着用词 缓慢说道 是的 从法律程序上来说 我们可以说 他正在被联邦通缉 副部长先生望着记者们继续解释道 许乐上校未经批准 擅自离开西林大区营地 军方要求他说明情况 但他一直没有报道 另外根据宪章局的调查 许乐上校和议会山恐怖袭击事件的死犯 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但针对这一点 他也一直没有向上级进行说明报备 这就是通缉许乐上校的全部理由吗 有记者尖锐问道 不 司法部副部长平静回答道 我想你们当时都参与了那次报道 联邦政府曾经暂停针对许乐上校与叛国基修师余峰之间的关系 调查 但宪章局在掌握了这些最新情况后 联邦中央电脑自动激活了 前次的通缉程序 这也就意味着 除非许乐上校主动投案 那么通缉将一直持续下去 确认了联邦正在通缉许乐 这个前段时间刚从帝国归来的联邦英雄偶像 司法部大楼前的记者们同时陷入了震惊的沉默状态 傍晚十分的暮色 从街道尽头斜斜打了过来 看上去有些血一般的森森之意 至于总统官邸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清楚 你们也不用问我 司法部副部长微笑说的 不过我相信 如果许乐上校归案 司法程序走到证据公开那一步 那么整个联邦都会知道事件的真相 沉默死记一片的石阶上下 见多识广 阅历丰厚的记者们 难以压抑自己心中的情绪 发出操乱的震惊感慨 他们听到的这些话 没有办法可以写在报道之中 但却能敏锐地听出 这些话背后隐藏着的意思 难道昨天夜里那场军事行动 以及今天身体欠佳的总统先生 与正被通缉的许乐上校之间 有着那种可怕的关联吗 武德记者一直安静地站在人群外围 他今天穿着一件仿毛的背心 手里夹着的烟卷似乎一直在燃烧 他忽然举起手来 以首都特区日报和武德在业内的地位 当他举起手来的时候 陈现在震惊议论中的记者们 顿时安静下来 武德记者眉头深深地拧着 吸了口烟 他问 部长先生 请问这次的通缉 和许乐上校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有没有关系 司法部副部长 沉默地看着他 眼光冷淡 极为简单 直接地回答道 没有任何关系 联邦英雄许乐 变成了被联邦通缉的罪犯 这个新闻大概会在联邦社会里 引发无数震惊的议论 甚至是更严重的事情 新闻记者们 或是兴奋 或是苦有所思的奔走记录 却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 他们最想要采访的部门 你以为那里是联邦军队呀 首都近郊 新时期装甲师的 全部基地办公室内 正处于一种 极度压抑紧张的气氛之中 一团团长好雷 眯着眼睛 盯着面前的第一军区特战室主任 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 虽然对方军衔未接 远比自己要高 虽然对方带着拥有特殊权力的宪兵 虽然对方手里拿着军方最高层 签字的逮捕文书 可是他依然不想让步 我不管你们这些人想做什么 但这是我的部队 那些家伙是我的命 你们要逮捕他们 就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耗雷上笑的眼睛 眯成了两条危险的风 站在他身后的花小丝 林爱等人 也同时眯起了眼睛 很奇妙 大概每个和许乐在一起 待的时间太长的家伙 都会被他的这个小动作所感染 每每遇上最大的愤怒 或是最恐怖的危险事 男人们的眼睛都会眯起来 眼皮一眨 便要愤怒的把眼中一切 念成碎片 特战室主任 拿着军方最高层的逮捕文书 带着宪兵而来 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看到那些七组队员 便被这些 便被这些石器师的军官拦在了办公室内 好雷上笑 你明白自己这时候是在做什么吗 特战室主任 盯着军官们的眼睛 含声说道 你手下的这些军官 昨天夜里参与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谋判事件 如果你坚持要违抗军令 回护他们 那么或许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宪兵代表的对象就会变成你自己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监客 第七百四十几 第173章 在暮色中 暴跳的老兔子 你最开始说的什么七组队啊 但你应该很清楚 自新时期时重建以来 联邦部队翻号 甚至是果壳雇佣军序列里面 就已经没有了七组这个建制 就算有 整个联邦都知道七组是一个怎样英勇无畏的战斗集体 你居然指控他们谋判 你是不是得了十七组了 十七装甲师 是军神李匹夫一手打造的无敌铁师 浩雷作为演战部队的团长 根本不在乎面前这个据说是李再道将军亲信的特战士主任 冷冷回等着对方 你知道就凭你自己是扛不住的 特战士主任 忽然笑了起来 看着浩雷的脸 微讽地说道 你刚才说熊林拳等一杆军官连续两个晚上都在营地里训练 没有外出 但你不要忘记这是第四序列任务 我们随时可以向宪章局申请芯片定位核查 到时候你会负上你该负的责任 浩雷沉默不语 他非常清楚 如果真如传言中那般 联邦政府和军方高层正在通缉教官 那么仅凭自己这个团长根本无法抵抗这波凶恶的潮水 联想起前些天师长在和李再道将军一番谈话后 便莫名其妙地去了南方疗养 他的心情变得异常烦躁而愈结 但现在教官出了事 他怎么可能把熊林拳这些家伙交出去 这些家伙不仅仅是教官的下属 也是他十七师最优秀的军官 至于教官被通缉 我操他奶奶的 就算是色情片里胸部最大的女明星 也不会相信 军营内外暮色如雪 气氛压抑 那位特战士主任表情阴沉 带着宪兵转身准备离开 下一次他回来的时候 只怕整个实习师的军官们 都会面临着异常艰难的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勾着身子的老人 身影缓缓从暮色里走了出来 他头发花白 军装随意地套在干瘦的身上 看上去十分苍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苍老的老人的脚步 却似乎把森然日 十足的暮色骤然变得温暖几分 特战士主任眼瞳微缩 下意识地举手敬礼 震惊地看着对方说道 于市长 您不是正在南方疗养吗 苍老的身影 破如雪的暮色 终于能够看清楚 他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金星 老人当年 在实习师后勤处 因为饭菜集合师长的胃口 而被调去专门负责师长的小灶 充其量就算是厨艺惊人 而如今成为了联邦两大王牌之师一的 新实习师的师长 具有如此传奇色彩 难以想象的军礼生涯 除了因为当年吃他饭的老师长叫李匹夫所带来的 惊人运势之外 谁又敢小瞧这身背揽容颜下的智慧与能力呢 于成海市长 笑眯眯的随手浑了一个军礼 走进办公室 随意回答道 那边的小护士他年轻漂亮 实在有些顶不住 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如今的联邦部队最流行杜少卿市长这样的铁血军人范 大概也只有于市长身为将军 却像个老憋三一般的说话形式 说起来 现在的人们大概早就忘了 军神李匹夫那一代老军人 其实骨子里都是这副难不在乎的作牌 特战士主任 听着这句回答哑口无言 他非常清楚 为了调离新实习师的这位资历极深的老师长 李在道将军付出了多少精力心血 谁知道就在这种关键时刻 此人居然悄不作声的回到自己的部队之中 于成海师长微笑的 他和手下军官们打着招呼 就像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路上 看见了一帮邻居家的孩子般亲切 郝雷 林爱和其余的几个团长 却不敢马虎 立正敬礼 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却为之一松 老师长虽然看上去 糊涂不堪 老弱背懒 但十七时官兵们 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 只要老师长在 那么天底下便没有什么真正的难事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清楚了 于成海师长有些困难的坐回椅中 满意的叹息着 伸出两根受销苍老的手指 在空中摇晃 望着面前的特战士主任和宪兵们 微笑说道 我有两句话 想请你们认真听一下 郝雷早就取出一根烟 满脸 满眉地放进老师长干瘦的手指尖 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手护着点燃 哪怕此刻房间里只有暖暖的暮色 没有一丝寒风 特战士主任脸色铁青 看着于成海师长一言不发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师和这些兵 都是元帅他老人家的师和兵 我管这个石器师啊 只是代管 总有一天是要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 交给那个家伙 于成海师长 摊开双手嘲笑道 结果呢 那个家伙去炮大明星 又跑到帝国去玩了一圈 天天忙着接受采访 去拿奖 慢慢地好像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 政府和军区呢 好像也不愿意 我把这个石交给他 干他娘的 于老师长 哈哈笑道 那家伙好像没有接班的自觉呀 有些人也不想让他接过去 就只好便宜了我这个老头 哈哈哈哈 不过代管中就只是个代管嘛 所以前些日子有人要我去疗养 我就去了嘛 不过说实话 军区医疗疗养所啊 或是真的有够差劲的 忽然间 于成海师长的表情严肃起来 说道 但既然到了今天这种状况 好像我只好一直把这个石管下去了 既然如此 你们要逮捕的就是我的兵 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 特战士主任困难地咽了口唾沫 压着声音解释道 这是最高层的命令 许乐上校涉嫌 于成海师长忽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如此年纪的老将军居然跳得比兔子还要敏捷 实在是令人惊叹 我不管许乐 他从帝国回来 你们就把他调走了 你们不肯把这家伙留给我就算了 但那些家伙是我的兵 你他妈的懂不懂什么叫做我的兵 他用夹着烟卷的手指 隔空戳着那名主任的脸 暴跳如雷的吼道 叛逆个鸡巴乱 他们昨天去城里逛了一圈 就算是叛乱 这是他娘谁规定的 就算他当年只是个厨师 如今也是厨师里的将军 而且联邦有句谚语 愤怒的厨师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那么一个愤怒的厨师 将军呢 穆瑟洒在房间的地面上 特战师主任迎着狂风暴雨般的骂声和怒气 感觉就像是站在战场削脱之中 脸色骤然苍白 艰难的反驳斗 但好雷刚才说那些军官这些天 一直待在军营里 他说你就信啊 你猪啊 你撞何丑肉上面了 于成海市长 瞪圆了双影 像挥舞菜刀一般 挥舞着手指间的烟卷 那撒谎了 你要不要把他逮去枪毙了 要用什么谋判罪名逮捕我的人 拿证据来说话 拿不出来 就给老子滚 被骂的脸色在青红之间快速转换的特战师主任 被面前烟雾刺的眼圈微红 他下意识里狠狠钻紧了拳头 心想我也是少将军衔 如果不是看在你这老爷子资历够老 斩功身后 我岂能容你如此侮辱啊 就在此时 于成海市长 却非常奇妙的平静下来 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情绪变化之快 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仿佛先前在暮色中像是愤怒的老兔子般暴跳的老将军 根本没有存在过 麻烦你转告李在道将军 我们是联邦部队 于成海市长沉默片刻 极为严肃认真的说道 我们遵守联邦法律和军规 不要担心时期时会划遍 此言一出满是巨敬 会还是不会啊 用不用担心啊 没有人敢去想划遍这两个字 更没有人想到于市长居然老而迷奸 狠辣到这个地步 所有人都沉默的在心中哗然 特展市主任的脸色极为难看 大概在他的从军生涯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疯狂的举命 这不是威胁呀 于成海市长静静的望着门外的暮色 叹息着说道 元帅的部队是值得信任的 你记得转告他 这支部队是他父亲一生的心血 值得珍惜呀 面对着新时期装甲师 由市长到普通士兵一致的强烈抵抗 以军区特展市主任之尊 亲自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少将 还有那些军区司令部直属的县兵们 就像被老兔子吓坏了的野狼群 默默离开了基地 市长市长 一直紧张藏在房间后面的熊林泉等人 从门后走了进来 满怀感激钦佩地向暮色中 那位老将军敬礼 然后惭愧地回报 古西峰等十几名队员 昨天夜里被其他部队的人逮捕 现在不知道被关在哪里 你们告诉我这个干嘛 告诉我这个干嘛 于市长 眼睛又猛地瞪圆了 吉姆血丝显得格外清楚 愤怒说道 就算知道又能怎么样 你们还真的指望我拉着整个市 冲进首都 占据司法部 领利新政府吗 众人沉默的心想这么疯狂的话 可是你说的 我们都没有敢这样想啊 于成海市长停顿了片刻后 说道 我了解我了解李再道 他尊重普通的士兵 不会自毁联邦干净 终究是老李家的人 关键是许乐和你们这些家伙 你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熊林全赶紧上前 老老实实把他们掌握到的那些东西说了出来 听完他们的解释 于成海市长沉默了很长时间感慨到 现在的部队和当年的感觉越来越不像了 正规了强大了 但总感觉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味道啊 葱花味还是人味啊 一代不如一代啊 这位曾经跟随军神李匹夫 参加无数场战斗的老兵 望着如雪的暮色 愤怒的评论道 糟他妈的是一群混账东西 包括许乐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